现在是把这点挖个坑 这儿刨个坑 刨坑完了再去前面 然后往坑里面再甩 大家好 我是大川 早上厂车打着之后又给灭掉了 灭掉之后就 到中午呀还没有弄着 不知道啥情况了 应该是跟这个柴油 也没多大关系 不然我们这两个八字也找不了 这个料堆呢是越堆越大了 他要是再不来的话 我这都不好弄 实在是不好弄了 甩料得甩两次 这料实在是太多了 本来这条路是6米宽 但是甩出来的料实在是太多了 路两边呢 多少阔了掉 差不多现在也就 八九米的样子了 现在我甩这堆料 得甩两遍 甩两次才能 甩到这个头呢 甩到这个下面去 实在是太长了 现在是把这点挖个坑 这儿刨个坑 刨坑完了再去前面 然后往坑里面再甩 就这样循环上 不然再没办法了 产车今天也 没动静了 现在重靠是挖机甩着干活的 泡垂挖子 把两边的坡 原来是90度垂直的嘛 现在 放缓了 但是他这个路面的宽度 不够了 完了估计我还得往过楼呢 这个量就更大了 这边的还没有弄呢 完了 这个 底下的路面 完了还得跑一点 产车在这边推这个子呢 产车就把这个料就吞下来了 看看这料堆有多长 甩两遍 现在是甩两遍也甩不下去了 又起了个小堆 再干一会儿的话 就得甩地三遍了 泡垂挖机也要车场了 破碎吹发机走了 甩掉呢也不紧张了 现在给产车 弄个斜坡 斜坡弄上 产车倒上去 然后往这个坡底下推 不然是铲子 铲子端 挺费劲的 给他把斜坡弄好 不小心就没够够 用力到处够够 挖掉所有勾够 千万如刀却 耶 黑 狗 吹吹发机司机终于走了 大家伙的呼声太吓人了 尤其是跟这个铲车司机 呼声配合上 简直就是跟二重唱 呐呐呐呐呐呐的 让我付销售呀 甩料的活呀 基本上就干差不多了 完了就看这个槽子面 要不要再亲上这边 先让这个铲车推着吧 推完再说吧 我呢在这先休息一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咳